欢迎来到邵老师的海洋生态江汤 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邵广州邵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邵老师 是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在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老师帮我们介绍了北极生态系跟北极现在所面临的威胁 那还有呢 其实现在国际也在为北极的保育做一些努力 这一集呢 我们继续来谈谈就是南极的海洋生态系 还有呢 南极跟北极有什么不同 以及它动植物的种类又有什么差异 那其实南极也面临到了气候变清跟人为因素的冲击 我们其实也要继续就针对南极来做保育跟富育 首先呢 先请教老师 刚刚有说到这个南极跟北极到底有什么不同 是 那其实发现的这个年代 北极比较早 那大概史前时代就已经发现有人类在北极圈活动 那么因为毕竟这个 你也知道美洲欧洲北边 再往北没多远就是北极了 不像这个南边 这个陆地比较少 在 所以南极大陆是比较晚发现 但是在 可能是在最近这两三百年 才被大家发现了 那么南极大陆本身就是一个陆地 它上面是有冰层去覆盖而已 所以这个南极大陆的面积本身 大概有1200万平方公里 它95%左右冰雪覆盖 那有时候这个冰可以一直延伸出去 下面是海 但是上面是冰 可以甚至于到非常远的距离 那么这个我们叫这个叫冰棚 对不对 那在北极圈里面 是有一些欧亚的陆地被框在里面的 因为它60度 那北纬60度 所以像这个 格林兰 他们以前上次讲过了 那么 但是在 就是说北极 很多的路 这个冰是路 算海滨 它比较靠中央的地方 它是浮在海面上 但是在南极都是盖在路上比较多 所以我们叫路滨 所以这个 这个是北极南极不一样 还有就是北极的所有的土地呢 都有领土权 不同的国家的 但是南极没有 南极公约规定 每个国家可以宣称它有主权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北极上面没有什么 怎么讲 各国的科学考察的基地 但是南极有 有很多国家的考察基地 那北极的资源开发的很活络 很多资源在利用开发 但是南极是不准的 至少在陆地上 但是南极的海域还是有 有些资源像林虾 南极鱼 什么冰鱼 还是很多船队 跑进去捞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了一些 保育上的一些问题 那么北极的水温也比较高 不管在陆地上或是在海里 南极就比较低 南极的海底水温大概一直都 在负两度C左右 所以这个是南北极 有所差异的原因 所以其实北极跟南极 虽然都是在基地 尤其他们两个环境也差蛮多的 那我们回到南极来讲 可不可以请老师再 帮我们介绍一下 南极它的定义 跟它的范围是什么呢 是 北极的定义 可以用北纬60度以北 南极相对而言 就变用南纬60度以南的地方 所以它也不全都 它就是除了南极大陆之外 它其实还有周边的一些岛屿 也都被包括在里面 它的面积就还蛮大 有6500万平方公里了 那么但是南极大陆本身 95%以上都被很厚很高的冰雪所覆盖 那有一些没有被覆盖是在哪里呢 在它西北方 有一个叫做南极半岛 因为它突出去 一直再上去就是阿根廷 所以现在很多去南极旅游的人 其实坦白讲 都是从阿根廷下去最快 所以那个地方它就没有冰雪覆盖了 所以南极你要定义它的范围 就是用南围60度以南来看 南极大陆的面积 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五 因为它比澳洲的面积都要来得大 那么它这个 它算是跟澳洲是一样是 被海洋所包围的一个两个大陆的路块 澳洲也是嘛 它四周什么羊都有 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对不对 围绕着它 就把它圈起来了 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南极烙极流 烙的南极岛将 又西往东架之流 非常强 所以让这个南极下面的南冰洋的 生物跟它这个地球 其他地方上面的以北的都 没有办法去做交流 所以让那边的生物变成很多特有种 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南极的高度非常高 你知道它为什么气温很低吗 因为它这个大陆的路块的海拔 平均有2350公尺 哇 这么高 是最高的 它本来就已经是很冷了 又那么高那更冷嘛 所以它被测到最低温 你知道多少度 -93.2度 哇 在靠近南极的中心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 它风也非常大 说到南极 除了南极大陆之外 那它附近的海洋环境的状况 又是什么样的呢 是 我刚刚有提过 在南极周边的海洋 我们叫它南冰洋 或者南大洋 它英文叫Soulson Ocean 这就是绕的南极周边的海洋 它是一个游戏望东的流 但这个海流非常的强 全世界最大的海流就是它 因为它搬运的水的量 他们有算过 大概是地球上所有河流的流量的总和 加起来还要多135倍 所以它地球上风又非常 那个地方风又非常强 所以他们很多水手 就会给南半球 要去探勘到下面去干嘛的时候 通过40度 它就叫咆哮的40度 因为风很大 到了50度 更难的时候就叫狂怒的50度 就是变成 再下去到60度进去 你就可以想象 那是更 风雨就更强了 例如就更大了 海浪就更大 所以到那边其实去捕鱼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它的浮冰也是一个问题 冰块小到大 小有时候一个钢琴的大小 有时候大可以大到这个 怎么讲 有一万公尺那么大的一个巨大的浮冰 那么就是在海里面飘的时候 流动的时候 你船行航行都非常的危险 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南极那边 其实这个整个环境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 对于生物来说 其实还是有一些动植物在那边 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南极有哪一些主要的动物跟植物呢 是 南极其实动植物 这个比起来 比北极来讲 其实种类其实不多的 那比如说全世界有三万种的鱼的话 它在南极大概到现在就出现过一两百种 而且很多都是特有种 有很多科我们台湾当然都没有 比如像狮子鱼科 南极鱼科 南极鱼科里面有个很有名的 叫做南极鱼鱼 这个我们就叫圆鱼 所以我们台湾虽然没有能力去抓 但是进口它 那另外还有几种鱼 大家也都没听过 有一种鱼大家知道 叫冰鱼 因为我们有 就是说在餐厅你还点得到的 有进口的 真的还蛮好吃的 当然是为什么它会 这个种类比较少呢 其实温度低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那比如说因为北极温度也很低 它还是有一些鱼 可能是因为南极本身 它的路棚比北极要深很多 也就是它的水域很深 可以到几百几千公尺 那很多鱼都需要在比较浅的海床去产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鱼类的种类就能够适应的就比较少 那么所以南极的鱼类里面大概80%都是特有种 只有在南极出现了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南极 烙极流把它南极的水里的东西 海底的东西跟北边的太平洋大西洋 通通隔离了的关系 那这些鱼有个特性 它有时候常常要在冰点以下 你知道这个盐水海水的结冰的温度是负两度 所以它那个平常的温度大概就才那个左右 所以换句话讲 它的血液会被冻起来 所以它就血红素就很少 几乎没有 像这个冰鱼的话 它是血是白色的 它都是靠血浆来运输氧气 不是靠我们讲的血红素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在生理上的适应 当然南极主要的动物跟海洋有关的就是 企鹅第一名 海豹 海狗 还有金鱼 鸟类 还有海里的鳞虾 鳞虾是那边最主要的关键物种 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是以它为触发点 它多了以后最大的虚惊也来吃它 像企鹅也来吃它 什么时候多说去吃它 所以它资源量 它种类也有一些种类 但是它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大概情况是这样 因为陆陆上没有大型掠食动物 所以就变成为什么会有企鹅 因为鸟不知道害怕它不用飞 所以这个企鹅也不会飞 它就被演化成为在陆陆上活动的鸟类了 所以这个多到怎么样了 你在海岸线 你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寸海岸线通通都有 变成它非常的拥挤 拥挤不堪 不过这当然也是奇怪的 很多人想去南极逛逛都是想去看这个 都看到可爱的企鹅 比较好一点 适合植物的生长 那么开花干嘛的 但是种类就是像洞源那样的 胎仙第一为主 大概它们有统计过大概有800多种 其中有350种都是第一 胎仙中有大概有100多种 其他的植物就非常少 即使有都是在 不是在南极大陆上 而是在周边的 比较靠北的这些岛域上面 或者半岛上面比较多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老师有说到 其实在北极 主要的基础生产者就是冰枣 或者是浮游的枣类 让它的上一层的动物来吃 那在南极的海洋生态系 或者它食物网 是不是跟北极是一样的呢 主要的不同在哪里 因为北极讲过有冰块里面 不是有含有枣类吗 对不对 春夏天浓到水里去 再给浮游动物来吃 所以浮游动物是一个 主要的初级消费者 然后就提供大型动物来吃 但是在南极主要就是零虾 英文叫Cree 它不是一般的浮游动物 因为它个个 它的体型还是比浮游动物 要来的大一点 大概有六七毫米的大小 那么鲸鱼为什么要跑到南极去觅食呢 主要就是吃灵虾 因为量非常大 它是律师性的 所以灵虾的挪威话就讲是金的食物 它那个挪威话的意思 所以南极的食物网的中心 其实是灵虾 在连接到其他的一些大型普鲁动物 或者其他等等 可以吃它的 几乎都可以吃它 那特别是企鹅 那么企鹅又被水吃呢 企鹅是海里面的海豹 虎金 但陆地上活动的小企鹅 它会被大型的海鸟 像海燕 或者是贼鸥去捕食 那么 在北极的话呢 是海鸟海豹是被这个北极熊 跟沙仁仅吃 所以北极的肉食性动物 喜欢吃鱼跟地球动物 可是南极的肉食性动物呢 都倾向吃那些小小的 我想那个鳞虾跟铠甲虾这些东西 所以它食物网的组成上 可能不太一样 北极曾经有一种动物 大家很有名 已经灭绝了 叫石德拉海牛 在1741到1768年 人类只花了27年 就把它抓得一头都不剩 那是最大的素食动物 因为一头有40吨重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人类的贪婪 那时候也不懂保育了 所以就把它就全部消灭掉了 刚刚老师有说到 其实在南极它很多的基础的食物 就是零虾 那零虾是不是我们刚刚老师 有讲到一个叫康虾的东西 这两种虾是一样的东西吗 零虾跟康虾两个在分类上是不同的 是完全不一样 零虾是属于零虾木的 下面有大概有80几个种 都主要是在南极地区 南极种类也蛮多的 那么它们是在南极的一个关键的物种 它们这个量有多少呢 它们估计大概可以到5亿公顿的量 大概是人类所有的地球上 人类的量被的重量 讲的量的意思了 那么其中有一半大概都会被 这个金鱼 海豹 漆鹅 鱿鱼 或者鱼类吃掉 那么没有被吃掉 另外一半可以再反制下一代 所以它们就维持一个平衡 可是我们现在比较糟糕是 我们现在为了要吃保健食品 淋虾油 跑去那边大量补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这个永续利用的问题了 那康虾就是 甲克类的叫康虾木的 全世界有上千种了 它分布也全球都有的 台湾也有一些种类 是从千海到深海 从浮游到底气 从淡水到河口 通通都有 所以是完全在分裂上 看起来实在不是专家 分不出来了 但是康虾这个体型 是应该小一点 所以这个是两个 是不同的东西 这个灵虾 相信我说有些人在看广告 都会看到南极灵虾油 南极灵虾体型很小 当然也算是一种经济水产物 很早人类就开始去开发 这种资源也包括台湾在内 现在呢 它到底有没有就是出现 所谓的过度捕捞的问题呢 是 你刚讲的台湾的确 因为这个灵虾资源的开发 是从1970年代就开始了 所以大概是有 也有四五十年的时间了 那么台湾的这个海公号 大家都听过 对不对 因为现在基隆的巴豆是 这个码头还放着它 还可以看到它 对对对 其实它是1975年下水的 可是那个时候它 它那条船原来盖是为了台湾北部渔场的试验研究调查 可是它也曾经四次跑到南极 去探勘这个南极虾的渔场资源 就是我们讲的灵虾的资源 1976年就跑了一趟 然后也带回来上百箱的南极虾 那时候新闻也非常的轰动了 那么到现在已经费 这个船当然已经报废了 所以现在就变得基隆区的余会去接收 在那边做展览了 那么你刚刚讲到那个资源的问题 就是因为到了2000年以后 因为大家发现这个灵虾油也可以 大家都提倡这个Omega 3 大家知道就是脂肪酸 或者EPA DHA 什么对人类脑子很好了 什么很好了 所以现在就开发健康食品的时候 他们就去大量的去补牢 甚至于在广告上 还有所谓生态的方法的补牢 他就是用管制到海底下去抽 可是这个什么叫生态补牢 我也想不懂 不过对灵虾资源来讲 是会不会过度补牢的影响到那边 其他的吃他的生物的生存 或者他的食物 这个其实都还有待去探讨了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当然就环保团体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也在有在呼吁大家要节制 要去不要抓过头 任何资源如果今天补过头 其实都是不好的 讲到这个就讲到快乐角 有一部电影叫快乐角 他们就讲到说人类都把鱼抓走了 那不知道说这个灵虾如果说再不到下去 应该对于这个南极的生物还是会有影响 那我们接下来请教老师一下 这个南极我们可以看到陆地上 跟这个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灵虾 可是它海底下它有没有底气动物 有当然有 那南极的海底底气动物更特别 因为刚刚讲了南极绕极流 把它跟南极下面的水域跟上面的分离了 割离了 所以它生物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它水温又很深 南极羊也比较深 但是在潜水地方 在一百公尺以内就还是有很多的海绵 太原动物 水系虫 海峭等等 但是它们体型大概都比较大 所以我们讲巨型海绵 巨型的海蜘蛛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其他的动物 这个都是比较特别的 那在沙泥地上也会有一些可以移动的动物 像羊翠竹 海星 等猪类 副猪类 甲克类 毛巾类等等 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 很少是那些可以咬碎硬壳的一些掠食者 比如像螃蟹 龙虾 鲨鱼 反而都是一些游动比较缓慢的一些五脊椎动物 它们有时候在讲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海底的生物像 可能是几百万年以前 因为缺乏了大型的掠食者 所以它就变成了很多古代生物一直遗留下来 到那边变成一个避难所 所以你到南极的海底看 搞不好就想像到几百万年前的海底的模样 很有趣 是 老师刚刚有说到 其实南极州它的陆地上面 野生动物保存得非常好 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南极公约跟南极条约的约束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南极公约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签订 它的过程跟内容是什么呢 是 南极大陆大概是在1820到1940年代期间 各国的探写家相继的去发现了南极大陆的存在 来自于英国 纽西兰 德国 南非 澳大利亚 法国 挪威 智利 阿根廷 巴西 共有四个 你就知道那时候谁发现了 就 是我发现了 这个领土是我的 谁先战 谁先赢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有提出这个主权的要求 那么还好 这个在195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的艾森豪总统 他因为那时候正好美术在冷战 还有核战的威胁 所以那时候就提倡要全球做科研的合作 所以他们那个就假借了 就是不能说假借了 就借着科学合作的这些气氛 氛围 就邀请了十几个国家到南极 一起共同做研究 只为了和平的目的 后来开了大概几十场的会议吧 最后终于谈妥了 就是要签一个叫南极公约 那这个公约到1961年才正式通过 它的重点就是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宣称有南极的主权 领土的主权 然后以这个分享科学研究的资料 来做优先 禁止任何的核爆测试 核废料的倾倒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合约 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这一步 那所以但是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是怎么样呢 为什么后来又会惨到那边南极要花保护区 那么努力花不成了 海洋保护区 不是讲陆地 因为陆地上 你连一根鸟的羽毛都不能捡走的 对不对 但是在海里 它那南极公约下面只写的 海洋资源是合理的利用 你想写这个合理的利用就没办法了 就变成就是可以用 所以大家就进香补牢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这个罗斯海 就是在南极的南边靠纽西兰里面 有一块很大的海域 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 最后被划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块公海的保护区 那是在两年前的2016年的十月底通过的 经过一年之后去年正式生效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成就 有关于这个罗斯海的海洋保护区的跨设 我相信其实对于其他各个地方的海洋保护区的跨设 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跟鼓励 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 再请老师再跟我们详细来做介绍 那今天非常谢谢邵广招 邵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